這個地方有一個動作 說不定才有動作 即是他們談的時候 這個場所有一個地方給他們 沒錯 叫做得福廣場 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 《師傅不設房》 今集還有Nikilo和林師傅在這裡 林師傅 你好 Nikilo 你好 林師傅 你好 林師傅 為何你吃糖 江學友說 江學友說 要搭著東西 吃蘋果 可能沒那麼傷 誰 什麼時候說過 他唱那個 不知道什麼鬼 演唱會一直唱歌 吃蘋果 吃個健康一點 我完全不知道 好 我們入正題 林師傅 我們今集就說 《凶宅》 首先想問一下 《凶宅》 是否有人死過 就一定叫凶宅呢 你要看他怎麼死 非自然死亡的 或者死了沒有人撿屍的 嘔吐了一兩天 那些就算凶宅 除了老死之外 其他 如果他是老死 但是他沒有人撿屍 都當凶宅 除了老死 和有人撿屍之外 其他 有人死的 都叫凶宅 你可以這樣說 那些自殺 他殺 還有那些 怎麼死 暴斃 這些都算凶宅 或者意外死 那些 都叫凶宅 在家裡 卡住頭 撞到雪櫃死了 那些都算 凶宅 是否一定有鬼 除了死的人之外 是否也會有其他鬼 一起進去玩 多數的凶宅都會有鬼 而且不會只有那位死者 的靈魂在那裡 周圍那些 那些 凶宅都會 進來住 凶宅 那這麼多鬼在那裡 住凶宅是否一定衰的 那你要看看 你自己是甚麼人 凶宅不一定衰的 有些人住凶宅 住到很鬼旺的 譬如說 你本身的職業很特殊 你是做玄學的 像我們那樣 你是做一些很偏門的 譬如你是做放數 搞賭的 或者做黃色事業的 這些其實住凶宅是旺的 或者你做警察都旺的 演藝事業呢 演藝事業就是一時時 都OK 那有沒有些甚麼人 是一定不能住凶宅呢 普通人就真的不建議住凶宅的 你打份工的 你教書的 那個人本身是陰氣很重的 嗯 不要住凶宅 家裏有小孩子 不要住凶宅 多少歲為之小孩子呢 12歲以下 都當小孩子 即是吃泡妃要給存費的 其實就講得比較仔細一點 嗯 當那個男孩已經有夢遺 嗯 或者他搜寅的時候 射過禁呢 嗯 就已經不當小孩子的了 嗯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古書呢 經常講童子尿的 嗯 那些人搞笑別人的嘛 你三十歲啊 都沒有女朋友啊 拿你的尿就童子尿了 嗯 不行的 嗯 總之夢遺過 射過禁的 就不算童子 不是童子呢 就不會見鬼的 嗯 小時候呢 靈魂純度高 就很容易見鬼 那一般來說 12歲以下 那女孩呢 女孩不關事的 哦 不關事的 女孩不關事的 都是以她離驚奇開始計算的 嗯 但因為女孩有些是12歲 在那裡再早一點也有 不知道 那住凶宅 那個凶宅當然不好 但是 有沒有什麼處理方法呢 近年呢 在亞洲 即可能日本啊 台灣啊 都興起一個新的職業 叫做凶宅清理師 就說 因為他們法例上 死了人之後 如果有人住過的話呢 那就可以不列明為凶宅 那玄學上行不行呢 玄學上可不可以 不列明他的凶宅呢 即是玄學上可不可以 有其他人住完 就不當他是凶宅呢 不行 嗯 你是死過人就死過人的 嗯 你不會因為有個人住過 然後他就不再凶宅的嘛 嗯 就算香港法律都不是這樣 嗯 總之一天有人死過的 他就一直都有凶宅的 嗯 那個靈魂他不走的 就算他走得好 這裏曾經發生過凶案 他永遠都有那套氣在那裡 嗯 你很難去完全清除 他就算裝修都不行 嗯 裝修是不行的 有人以為我買過凶宅回來 我拆了那些牆 我游過那牆 換過那些地板 那他就不是凶宅了 不是一樣的 那個空間沒有變的 嗯 仍然是空宅 嗯 如果拆 就是當以前古時 一棟一棟 全部都 整棟拆了去起蓋 又行不行呢 整棟拆就可以 嗯 因為你整棟拆 它已經那棟樓 支離破碎變了瓦力 靈體要居住的地方 同時它那裡死氣 都會在你拆樓的期間 散了出去的 嗯 而且你拆樓會有日照的 嗯 太陽曬下來的時候 什麼都曬曬了 隔著玻璃窗 你說家裡打開窗 曬空宅行不行呢 不行的 總有曬不到的地方 嗯 但是整棟樓拆光就不同 拆光之後就有一套新氣來的 嗯 這個情況是 很多地方都有的 嗯 我們店舖對面 嗯 佐敦會 前身就是加利大廈 那麼你加利大廈如果 只是維修回來再住的 那都是空宅來的 整棟拆了現在 現在建一個佐敦會出來 它就不算空宅了 嗯 但是當然還有些人說 看到鬼 那我不知道他們 那個原因是什麼 可能其他鬼 可能其他鬼 那時候的死者 那除了這個可以拆之外 那當然現在不是那麼容易 到處都可以拆 那難道整棟大廈 千多個單位 其中一個死了人 就整棟拆了嗎 沒有可能 那有沒有其他方法呢 最簡單的方法是 找個師傅回來打糖劑 嗯 不是找我們這些師傅 嗯 南和師傅 南和師傅 真是主力做殯儀做超讀的那種 嗯 那這個是發生了事故之後 請回來的師傅做的 嗯 當你買了一層樓 或者租了一層樓 突然間發現他是空宅來的 但是又要住 那就找我們了 嗯 上去幫你灑淨啊 上去幫你在風水上面做手腳 辟邪震殺啊 嗯 或者在密宗裡拿法器回去震住房子啊 嗯 或者找神功之符回去貼震宅啊 都可以做得到 嗯 震住它你就沒事了 那間屋 打齋是否之後可以當它不是空宅呢 不是咯 嗯 打齋你也要看它走不走的 嗯 所以說打齋它走不走你誰知道 嗯 那怎樣知道它走不走啊 就是你住下去還那麼不舒服啊 嗯 如果你住下去你是OK的 沒有東西的 你就當它走不走的 嗯 你可以很認真地 就在你家裡放一個靈舍 給它住的 嗯 靈舍就是 你在淘寶都可以的 買一間小小的那些 鳥屋啊 不是日本那些鳥居 真的是鳥屋 本身人家放在屋外面養著孩子那些 嗯 丁屎那麼大間 就放在家裡的五鬼位那裡 嗯 就要看風水才知道的 嗯 不懂的 你又有露台的 就把那個鳥屋就擺出露台 但是記住 那個鳥屋的門口呢 是不可以向著有日照的方向的 嗯 如果那個太陽是在你屋的露台照進來的話 那麼那個鳥屋的門口就要向屋內 就要避開那個太陽 不要照它的 嗯 跟著就將跟那個靈體說 我外面放了一個位給你 嗯 我外面住 陰陽相隔 不要進來 那麼你想知道他走不走呢 就去回那間屋裡 就扔聖杯問的 嗯 扔聖杯問他 你走了沒有 譬如做完法事的 你走了沒有 你走不走啊 你怎樣才走啊 全部靠聖杯去答 或者你可以透過一些聲稱可以通靈的人 去做這件事的 都可以 嗯 如果那個單位裡面死了人 就是凶宅啦 當然說非自然死那些就是凶宅啦 那麼鄰近的單位 有沒有影響呢 有 那麼那個靈體會到處走的 嗯 空宅之所以影響人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那個死氣 那個氣會影響到人 嗯 第二是那個靈體會影響到人 嗯 死氣就留在那個屋裡面 不會搞到隔壁的 靈體會 他會到處走的 會走走去隔壁屋就坐下 走去樓上就坐下 走去下面就坐下 到處走的 所以如果你附近左右有這些屋呢 都是會有影響 甚至乎有部分的凶宅 譬如在一些謀殺案的凶宅呢 是會有聲音的夜晚 嗯 仍然會聽到他那些慘叫啊 撞牆的聲音啊 仍然會有的 你住左右一定聽到 樓下那層都會聽到 那麼隔壁屋是否在自己 又打回唐齋 隔壁屋就要找東西辟邪了 嗯 總之你住在空宅附近 你要辟邪 嗯 還有應該要想一下自己 是不是在走壞運 嗯 有一宗就 以前這客人的 就在銅鑼灣的那單位 單棟式住宅 不說哪棟了 樓上那層就是有人呢 用電線來吊頸死了 嗯 死了之後呢 屋子就擺足三天才有人來收 嗯 收了屋子之後 我客人就住在下面那層的 嗯 每晚都滴水的 正正它那個位置滴水的 就是滴到那裡是起泡的 嗯 即是那些灰掉下來的 而那個位置是沒有水一厚的 嗯 每一晚都濕濕濕濕濕濕 永遠都有那個位 全屋不濕 只是那裡濕 那就應該要想一下 究竟你是不是走壞運 所以住到那間這樣的屋 同時 也都代表著那套戲在上面 對你有影響 嗯 有可能有其他原因 它是還停留在那個空間 那你住在樓下那層的 你一樣會遭殃 嗯 這件事是試過的 那間屋住的人 沒有一個好下場 說真的 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誰 沒有一個好下場 三手住客 三個都淒涼 嗯 那如果那個人 是跳樓自殺的呢 譬如當他住這棟樓的 十九樓 A單位 十九A這樣 那他跳下去 那一來他不是在屋裡面死 那那間屋還是空窄呢 他在那間屋跳下去當然是空窄 嗯 那下面 因為他跳下去的時候會經過 那下面 十八A、十七A、十六A 跳樓不是一跳出去就死的 也不是要落到地下 那一刻才死的 落進去的時候已經死的 嗯 那你 第一 我們以前也說過 自殺七天重複一次 他每七天就在那裡跳一次 那他在哪裡開始呢 他就會爬回到哪裡 那如果他在十六A跳的 那他不是又走回到十六A的單位 七天走回到那裡跳一次 永遠那個靈體都會在那裡 嗯 但是因為他跌下去的期間 你不知道他在哪一刻死的 可能他剛好跳到十一樓 A室 他在窗口那裡 他釘了 嗯 那個靈體就會用最快的速度 塞進去 塞進去 塞進一個有牙遮頭的地方 那如果剛好他跳到十一A的 就入十一A 他落到去 七A 入七A 那這裡就會是他那個 跳樓的路線 嗯 這件事情不知道你明白嗎 他在十六樓跳樓 好 跌到去十一樓的時候 他已經死了 那他七天重複一次的 那條路軌呢 那條軌跡呢 就是十六至十一 而不是你們所想的十六至地下 嗯 所以反而十六至地下那裡 那裡未必重複 但是十六至十一就不斷重複 嗯 那這一個原因呢 我們沒有辦法去確定 那位死者是去到多少樓死的 嗯 只有他自己知道的 那所以清一色 他是在十六樓打落的 所以有A單位 全部A單位都當兇窄 嗯 都當兇窄 但這個是很嚴格的 即是很straight的 這件事情 抓得閹尖的話 當然買樓的銀行啊 地產啊 不會跟你說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是做銀行和做地產 不是做風水不是做玄學 風水玄學的 很緊張 就是整個向的 這一個單位的 全部不要 是這樣計算的 嗯 那上面那些呢 即是我當它是十六樓條 那十七十八十九那些呢 那些就好一點 那些就好一點 你未必走上去 但是不知道它會不會買 那這些都要 但是下面那些全部都要 可能就要辟邪啊 振宅啊 辟邪振宅啊 快點買了一層樓就算了 嗯 關於空宅裡面的物件 嗯 或者死者的遺物 為什麼會問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剛剛我們有位觀眾 她是女性來的 那她跟她家婆呢 關係不是那麼好的 就 她家婆呢 最近呢就自殺 過了身 那她就想拿回 她家婆的家裡裡面呢 有本相簿 本相簿裡面呢 是 那些小朋友的相簿來的 但是 因為她家婆自殺之後呢 兩三日之後 才有人發現 所以呢 那些屍臭味已經全屋 每一個角落都有 甚至每一個物件 都有那屍臭味 全屍臭味 好臭的 是的 那藍和師傅呢 就叫她不要拿回照簿了 是不是真的不能拿呢 這些物品 當然不能拿 千萬不要拿 嗯 你想要一些照片的 就拿回照片出來 去灑相簿 嗯 印回做soft copy 再print出來 拿一些新的就算了 浪費過了 嗯 所有在裡面的東西全部不要的了 嗯 傢俬 衣物 嗯 相簿 所有 你能說得出 在屋裡面的東西都不要的了 嗯 特別一些食物呢 千萬不要要 有些人傻的 嗯 那裡死了人 但是她可能有瓶三十年的果皮 嗯 有些什麼 白蘭地那些 她拿回家吃 拿回家喝的 嗯 那些是一定不要得的東西 肉赤你都要丟的 嗯 已經肉赤不過你 走了家裡的 那些東西很小事 全部丟掉 那就是金啊 現金啊 那些 那些是零 因為那些東西 有轉換 你不拿那些東西 的原因很簡單 嗯 你拿了一支白蘭地 你拿去哪裡 你一定拿回家的 嗯 你一定會喝到肚子 嗯 那你就把那套氣 吃進身裡 還有 把那套喪氣 帶回家 嗯 甚至乎把那套絲臭 還帶回家 很不老禮的 你那些金啊 錢啊 那些東西 你可以不拿回家 的嘛 你拿著那套金 你走下去 留下 什麼什麼 都馬上給你收了 它給你錢 嗯 你拿著那些銀子 走去跪完機 塞進行生裡 一按 就進了銀行 再按出來 已經不是那些錢 你用什麼拿回家 那些可以轉 最重要的邏輯 不是它的東西 你要不要 是它那些東西 可不可以 換 如果它換回到新的 就換回到新的 舊的 就一定要 沾過它的氣 所以為什麼在打掛呢 我們這麼喜歡 用一些 現在流通的貨幣 就好過 你用一些 假的東西 上集就說過 寧願用一些 大家摸過的銀 算是會盡 因為它接觸過生人 嗯 它又接觸過死人 譬如說你拿一個 1991年出的 楊子晶一元 沒有那些是楊子晶 出這個 鋁皇頭一元 嗯 九一年摸過這個硬幣的人 到了今天 2022年 摸過這個硬幣的人 裡面會不會有一兩個人 是死了的 一定有 一定有 洋人又摸過 以前在生 現在死了的人 都摸過 那它就可以通達陰陽 就用那個銀子 去算命 嗯 錢呢 是髒的 舊的銀子 是骯髒的 所以為什麼你過年封利是呢 你就用新的銀子 嗯 新的利是封 新的利是封 因為可能你封利是 封張一百元 那張一百元曾經 是在那些地方用過的 或者在地方拿出來的 你不知道 所以每年過年 就用新的銀子 去給人 提外說 大家封利是 麻煩用新的利是封 不要懶保 就去用這個 舊的利是封 因為 因為 今年不流行 收回一些利是封 譬如今年是苦年 等回十二年後再用 利是封一定要用新的 因為新一年要有新的 所以用新的利是封 不要用舊的 舊的利是封 你鹽不環保 你就拿去那些什麼 回收 不要用舊的 你真的鹽腳很不環保 好的 那你自己決定 懸殼沒有 環保與不環保 如果說不環保 就現在大家戴口罩都很不環保 OK 那就應該用舊的口罩 對不對 另外我想問一下 剛才也說到 那位事主和他的家婆關係不好 他用空襲 或者撿那些遺物的時候 他和那個死者的關係 有沒有影響呢 有 如果他的關係好的 你回去幫他撿 那個先人 因為那個靈體 我們相信還在那裡 他還是覺得你在幫他 你真的好 我死了 你還回來幫我撿 他會開心 你不是 他本身在生的時候 很討厭你 你回來撿什麼 做什麼都好 他討厭你 他整骨你都可以 所以你如果和他關係差 就最好不要去 有時候那些人很浪漫 我生前是和這個人有仇的 不過他死了 我都去靈堂和他鞠躬 這些是浪漫的 不應該這樣做 你是和他生前已經結怨的話 他死了你都不應該去撞向 這個不是禮不禮貌的問題 是你那個先人的七個魄 喜怒哀樂仇虎痛 會因為你的出現 而變得不舒服 那你是應該要避免去的 好 好林之虎 之前我上網看有人說 住凶宅其中一個解決的方法 是說 進去和那隻鬼講數 即是說 我進來真的很窮 所以才進來住 然後我接下來 我會奉你為地主 你讓我安安靜靜在這裡住 行不行 進來說 扮可憐 讓那隻鬼可憐你 讓你在這裡住 那你別在這裡住 自己買一層樓 自己租一層樓 都變相去看一隻鬼面色 這間屋的主就不是你了 這間屋的主就是一隻鬼 你哪有運行的 你如果是買了那裡的 或者租了那裡的 你是主人來的 主人應該有主人的火器在這裡 分分哪一個是大的 這裡是羊窄 所以羊人最大 你是陰人 因為你死了 你不可以在這裡 我仍然容許你在這裡 給你一個角落頭住 或者給你一個露台站 我已經對你仁智而盡 所以理論上 就不是用這套方法 是跟它相反的 那個態度強硬很多的 一去到 譬如你住空窄的 就先拜一拜 怎麼拜呢 在一間屋的正宗拜就行了 因為你不知道 他那時候在哪裡遇害的 或者他在哪裡自殺的 那就跟他說 我就是這間屋新的主人 我買了些什麼什麼什麼 買到哪裡 現在這裡是我的地方 今天我來拜祭你 是想請你和我和氣的 同時間也麻煩你去哪裡住 譬如你安排了個位給他的 在你家露台那裡有個零社 他就住在一個零社裡面 如果你沒有零社 沒有那些小屋的話 他就請你離開這裡 或者叫他去附近哪一個地主 那裡的 你叫他請他去地主那裡 你不要那麼壞 我這裡我新買的 麻煩你去隔壁的地主那裡 人是很討厭的 你不可以這樣 你就要找一些沒有什麼人的地方 沒有什麼人的廟 可能有些人拜那些 譬如你住村屋的 你就說麻煩你去村口角白宮那裡住 或者去葵涌那些豬雲處 那些地方那裡住 你在那裡停 有人給你香火 不要在這裡 這個行為是合理的 亦都要加多一句 就是如果我在那裡住的期間 你來搞一會 或者你搞事的話 我絕對會對你不客氣 所以你自己都好自為之 那就讓他選擇了 他是要在那裡住 住零社 或者他要去那些 外面那些地方住 因為他決定跟你死過的 那就那時候決定了 如果他決定跟你死過 那當然不是你跟他死過 找師傅上去跟他死過 你找你有沒有看到師傅 不要啦這些很累 我不要做這些 撒剩是OK的 但因為做得這一隻的話 你預算是會有類似 跟他鬥的方法 這件事其實是很傷害三個人的 跟靈體鬥不是傷害你一個 就是傷害靈體 傷害自己 傷害那個師傅 傷害那個靈體 第一因為談不上 跟那個護主 因為護主給錢請 師傅上來的護主 可以扣福德 師傅要幫你做這些 師傅都可以扣福德 所以不是什麼好事 可以談好他們就談好他們 最多都是師傅代理談 那樣的意思 談完都是被山路走的 即是他們三個可以一起談一談 這樣就儲回 沒錯 實際上好像做條解一樣 在講數 講數 不是所有空窄都可以查到 甚至就算不是空窄 那個屋都可能有鬼 可以有什麼方法去知道 自己的屋是否乾淨 又或者是不是空窄 你要查那裡乾不乾淨 就最簡單打掛就可以了 拿一個龜殼搖兩搖 出來的枝掛就會告訴你 那裡是否有鬼 搞清楚他告訴你有沒有鬼 他不一定要告訴你 是否空窄 說會算到那個單位 那隻鬼是什麼鬼 他是哪個位置 大概在那裡多久 算文王瓜是會看得完的 但是不等於他會算到 那頓有沒有死的人 這個看不到的 所以唯一一個方法就是 問你的agent 以及臨買樓 或者租樓之前 最好找我 找師傅 算一算我掛 看了先 這裏好不好住 好不好住 好不好住 會不會有勒太爺 才去租的 另外就是 當你決定住那裏 不論是空窄 還是不是空窄 租樓不用 買樓的話 要做一件解陰契的事情 是用來保你平安的 什麼是解陰契 稍後有機會再說 這裏不要說 不說得很長 節目時間來到這裏差不多 剛才說了廣場 但你知不知道 如果一次說不定 那要怎樣 怎樣 廣場異己 好了 這裏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這個Youtube頻道 把我們節目提示小鈴鐺打開 like我們每一條片 share給身邊的朋友 下面留言告訴你 想聽什麼內容 做完這麼多事情 就可以繼續聽我們的Kyo搞爛鏡 謝謝各位 下一集回來 再和大家師傅不設防